山西省临坟市的极限 地处山西省西南部 旅梁山的南端 这里海拔高 无双漆长 昼夜温差大 土壤条件好 初产的苹果远近闻名 远方的家设置组 2015年来到了 极限苹果主产区之一的东城乡 走进果园 已经收获的苹果堆满了小圆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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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您家苹果 这堆里有多少斤 一万多斤 那今年算是丰收了 刘章顺是本地人 家里种了十亩苹果 今年的收成总共有五六万斤 其中四万多斤已经被果生收购 十天前 这些苹果就采加完毕 现在要抓紧装箱 你站在这个地方 你看面前都是苹果的时候 你就能够很深刻地体会那个词 刮果飘香 其实它这个是有香气往外散的 就站在这就能够闻到这个 是吧 能闻到浓浓的苹果香 这个里边都是还没有分完等级的 没有分完 是吧 没有分完 它后边就是分完等级的 极限苹果 品种以红服饰为主 因为品质好 不愁销入 装箱后 果商就会上门拉走 但要将五万斤苹果全部分好等级 也不是件轻松的事 十几个人同时开工 至少也需要十天时间 给苹果分等级 其实也是个技术活 技术活 现在大哥要开始教我怎么分等级了 这个工具是用来量苹果大小的 量苹果大小 7085 哦 这么有数字是吧 这个你看 7075 8085 还有65 那一般的 就是常规的规格 苹果都是这样的 都是对 比85的大的怎么办 85大的它就会转 有没有就是特别大个的苹果 有 有 那个就很大 是吗 哇 这个我觉得 90 90 跟这个最大的圈对比一下 你看 它已经比这个圈大了 显然穿不过去了 这是90了 您家最大的苹果有多大元 就90一倍 100 啊 这100就相当于这个65 差不多两个了 这三个 三个啊 重量顶三个是吧 重量顶三个 听刘章顺说 今年的苹果价格不错 直径75毫米以上的 收购价每斤3.2元左右 70毫米的两元一斤 65毫米的每斤一元 今年自家产的5万多斤苹果 超过六成是75毫米以上的 因此收入也很不错 它这个在树上这个苹果我发现一棵上能长上百个是吗 上千个 上千个 你看我们这 它可能一个树枝上面就有几十个苹果那么多是吧 这个打农药了吗 大的是无公害农药 无公害农药 也就是现在加下来能吃 能吃 可是我看护了一层就是像那个沙一样的薄薄白色那是什么 它是苹果 护的苹果呢 它长那个 苹果长它就有那么一层 你要是不得人不以后过上一表 所以我擦一擦就能把这条擦掉 你看擦完之后 这个苹果在这个阳光的照耀下已经开始反光了 红亮红亮的 就吃这块了 尝一下 好 等我吃完 咬的这口有点大了 其实我刚才刚咬还没有把它咬下来的时候 就能感觉里边那个水往外溢了 水分特别足 你看现在表面上全都是水 而且它可能它这个颗大也没有说那种脆到硬的咬不动的感觉 超熟了 对 熟了反正就是脆里面带那么一点点沙的感觉 而且这一块的苹果可能我吃咬的是它最红最亮的地方 甜 特别甜这块 口感都一样 这边也一样 大小口感都一样 正面背面都一样 极限红富士苹果主要分为片红和调红两个品种 片红的果子表面红彤彤一片 调红则是果皮上分布有均匀的调状红色 这是调红 确实能够明显感觉到两个品种了 两个品种了 名字又很形象了 这个是片红 就是一片都是红的 这是调红的 这个是一条一条红的调红 您刚才说就是虽然它们俩品种不一样 但吃起来口感是一样的 口感也 还是有略微的差别的对吗 有点差别 差别在哪 这个比这个脆一点 所以我吃的这个不是全脆 会有一点沙沙的感觉 这个就完全是脆的 脆的苹果 极限从1987年开始大规模种植苹果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苹果产业达到了5个80% 全县苹果种植面积 占到耕地总面积的85% 82%的行政村是苹果专业村 80%以上的农民从事果业生产 苹果收入占农业总收入的80%以上 农民人均纯收入的80%以上 来自于苹果 做到这些 除了自然条件事宜 更得益于当地科学种植果树 在刘章顺的果园里 头顶上盖着防保网 能够防止冰雹等自然灾害 地上铺着反光膜 能促进苹果着色 增加糖度 在果园一角 还立着防霜冻的风机 你看它这个风机的高度 大概有个十多米 然后它那个风吹起来 是带动果树上流的空气流动 这个下面的空气就 因为上面在流动 就循环了 循环 循环之后就没有霜冻了 没有霜冻 所以它是可以保证 那个果树的存活率 成花 成花率 成果成花率 就因为这个风机 现在是每户这个家里 田这边都有风机吗 没有 它这有个防机 防范二百五十米 极限苹果种植 还有一个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 那就是简密建法 刘章顺的果园 原来五亩地种了两百三十多棵果树 因为树太密 果树之间蒸水 蒸肥 蒸阳光 接的果子个头小 该成熟时还红不了 简密建法之后 效果出人意料 简密建法之后 砍了一半的果树 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了两棵树中间 本来应该还有一棵树 这个就是原来苹果树 苹果树的位置是吗 砍掉了 砍掉了 从去年开始的 砍掉以后 这就再倍了 产量翻倍了 翻倍了 少了一半的苹果树 反而这个产量翻倍了 极限从2013年底 开始在全线推广 简密建法技术 刘彰顺是东城乡 最早运用这一技术的果树 一下让您砍掉了120颗 也心疼 那当时怎么就能接受这个 你不看它不接过 所以也就得看 也是看到这个效果 这个收成不行 是别人家有人 简密建法之后 没有 咱这是第一家 您是第一家 那现在大家很多地方 还没有简密建法 还没简密 所以今年您这个丰收了 产量翻倍了之后 可能今年后半年 就正复活到 乡里越来越多的人 会简密建法了 五年前 极限苹果种植面积 为13万亩 现在这一数字 增加到18万亩 增长约39% 但苹果产量 却远超这个增幅 从当时的6万吨 增加到现在的18万吨 是原来的三倍 这其中就有 简密建法的功劳 在东城乡 十几公里长的公路两边 种的都是苹果树 我们又来到另一家果园 您是这个果园的主人 对 太远了 您能不能过来一下 跟您聊两句 我聊两句 我看您还拿了小剪刀是吗 小钳子 剪刀 摘苹果需要用到剪刀 不是很轻松 就能把它掰下来吗 不行 不能掰 要拿剪刀剪了 您剪一个给我看一下好吗 对 你看 这样 哦 它是摘下来之后 再把这个瓣剪掉 对吧 摘下来你看 为什么要把这个瓣剪掉呢 要不然就把其他的苹果 就扎伤了 那正好你看这个 剪的 剪完之后 它就凹陷在这个草里了 这样的话 苹果叠在一起 堆在一起的话 就伤不了了 也不会因为有这个尖尖的瓣 这么长 然后剪掉 这也算是摘苹果的一个过程 哦 对 强淑珍和丈夫张允发 家住县城 从20年前就开始种苹果 现在的这片果园 已经经营了10年 您家种了多少亩啊 我家种了10亩吧 10亩 哦 那也有不少收入呢 哦 今年不少 今年是个大丰收 您有没有估计一下 今年能有多少钱 今年吧 今年就是6万吧 6万 6万多 有一大半都得是3块多一斤的 哦 3块2嘛 哇 那剩下的是2块多的 哦 那我这样突略算了一下 今年20万有了吧 哎呀 我都没在 差不多吧 差不多 在聊天中我们得知 和其他果农不太一样 张允发和强淑珍夫妻俩 原来在县水里局工作 都有固定的工资收入 1995年 两人经过单位允许 承包了局里的360亩苹果园 承包费是10年50万元 那时夫妻俩平时上班 果园请人管理 到节假日时 两人则跑到果园照看 相当于做了两份工作 一年到头很少休息 这一切都是为了两个儿子 不下定去一些包裹员 我们就不行 当时孩子还没有上大学 孩子还没 您就是这个心里就有这个想法 一定要送孩子上大学 哦 一定要上孩子送大学 然后让他们去外边 去赏长辣 去大城市安家 20年前 强淑珍和张允发的两个儿子 一个16岁 一个12岁 夫妻俩想要攒钱 供儿子上大学 他们想得很远 将来还要给孩子们 在大城市买房安家 认为这是做父母的责任 为了这个目标 两人在上班的同时 有承包果园 苹果属于南馆里的水果 从挂果到成熟120天 每个果子 至少有20道工具 需要人工打理才能收获 虽然请了技师和工人 但强淑珍和张允发 还是为此投入了极大心力 两人承包的第一个果园 与县城之间全是山路 夫妻俩已经记不清 有多少回坐在 拉苹果的农用车上 摸黑在山路上颠簸 有一次还险些发生意外 您年轻的时候那么苦 孩子们都知道吗 孩子知道呀 孩子专门给我 就是拍了一个 那是叫什么 工盘吧 唱了那个《懂你》啊 他就把我们在果园那个 唱的什么 我刚说到这儿 大叔已经那个 满眼都是泪水了 孩子说的是什么呢 不是嘛 他给我们露的那个 露露的代码 唱的配的那个音乐 就是《懂你》那个歌嘛 然后我一听那个歌 我就心酸 觉得这么多年 这个辛苦工作值了 对 孩子们了解 孩子懂我们 我们辛苦也值得 因为他们懂我们 让强书珍和张允发 欣慰的 不仅是儿子的理解 更是自己愿望的达成 两个儿子大学毕业后 如今都已在太原工作 时间一黄而过 眼前这红彤彤的苹果 就陪伴他们 从二十年前走到现在 我的家 好了 儿子现在生活 他连个都挺幸福啊 有房子啊 有车啊 然后我家的媳妇也孝水 挺好 我孙子都上了一年级了 不是包这个果园吗 我家的生活 不会到现在这个样子 你说吧 现在他们也是 不让你们干了 不让我们干了 是吧 就现在就每天打电话 隔三天五天打个电话 就说你们赶快把果园卖了吧 别干了 你们干我们在家里 我们不放心 我们心疼的 每次说 然后我两个媳妇都还打电话说了 说不让我们干了 可是我们还想干 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 现在干不干 这么多年付出 家里环境好了 孩子 也不需要我们的钱了 是我们觉得我们还可以 还能干 现在就像我们 现在来的一个世界一样 已经到了收获的季节了 对对对 这么多年辛辛苦苦 种苹果 现在是收获美好生活 收获这个亲情的时候了 是是 如果说极限的苹果 是黄土高原奉献给人们的 干苹果时 那么在云贵高原上的 楚雄遗祖自治州 这里的大山 用珍贵的草药 回馈着勤劳善良的遗祖村民 远方的家世日祖 2019年 前往位于大瑶县 潭华乡的紫米地村 去采访一位叫 蜜舍花的村民 他不仅是种植中草药 重楼的行家旅首 也是这里的致富带头人 在村口 我们遇到了早早就等在这里的 蜜舍花 我们这个村叫做 紫米地村务会 小村小村 我们这个小村小村有45户 那我现在看 就是这些村子房屋有 是已经翻新了的 像那些就比较新的那种 是这几年刚盖的是吧 这个路还有 翻盖的都是政府给我们 这个路也是新修的 这个路是什么时候 16年的时候 打起来的 16年 所以我们出席的时候 现在很翻臉了 一切的话 但是一下子的话 我们吐露了 车子就出不去 像我们村里面的 这个楼树产品 拉出去比较困难 小时就不好弄 紫米地村隶属大窑县 谭华乡紫米地村委会 整个村子都坐落在山区 耕地面积稀少 以前村民的主要收入 都来自农作物种植 以前种的是土豆 还有白鱼豆 现在这个市场 农夫产品这个土豆的价格 比较不好 所以我们小区就是转型 这个农业发展 转型 种植了这个猪药材 米顺华告诉我们 从2007年开始 村民们逐渐种植了中草药 也是从那时起 生活发生了改变 不行十多分钟后 我们来到了 米顺华家的中草药种植地 在这里我们终于看到了 虫楼的真容 这个就是虫楼是吗 叶大哥 这个虫楼长得还是挺好看的 它底下这个完全不长叶子 下面没有叶子的 这个已经种植了七年多了 七年长得这么大 七年就长这么大 那您说这个虫楼 现在是七年长这么高 它哪个部分是可以要用的呢 根部吧 根部可以要用 仔细观察虫楼 七枚长长的叶片 伦生在金杆之上 在金杆顶端还有一朵花 所以虫楼也叫七野一枝花 上面这个是种子 我们采下了自己一年 哪里是种子 里面紫色的这个吗 这个黑色 这个紫色的 里面是 这个就是种子 还是里面还有小颗粒 小颗粒 里面还有小颗粒 现在刚刚开花它还小 以后长大的 就有我们的核桃大了 那您说这个虫楼种植 七年才能长这么高 还没有到完全成熟是吗 对 那多长时间它才能成熟了呢 一般就八年至九年 这个时机一长的话 这个油效率越高 药效越高 和种植的虫楼相比 野生虫楼的生长周期更长 往往需要十到十五年 也正是因为如此 虫楼的药用价值极高 这个虫楼它是 有什么样的药用价值呢 现在的吧 虫楼的药用价值比较高 它的功效就是清热节的 热节萨节 它会一直种粒细胞的扩散 那这个肯定就是经济价值 也会比较高 挺贵的是吧 对对对 一直在上涨 那密大哥 您卖这一颗 一颗这个虫楼 或者底下这个 也是按斤来卖是吧 按公斤卖 按公斤卖 多少钱呢 经营的话是四百多 一公斤也四百多 都是新鲜的 挖出来就可以卖 新鲜挖出来就卖 那您种植这个虫楼的成本 应该也挺高的吧 它八年才能成熟 您前期投入了多少钱 在这里面 一亩的话要投入十五万 一亩投入十五万 密手华说 因为虫楼的生长期长 投入高 所以作为村里第一位种植户 在这上面 他不仅投入了更多的心血 也承担着更多的风险 在他栽种虫楼成功 并且有收益后 开始带领村民一起种植 现在 不少外出打工的年轻人 也回乡 跟他一起种植种草药 那您种这个虫楼的这个收入 和您以前种的这个变化大吗 变化还是大的 但是卖籽的话 是一年可以 卖个一两万 卖籽是卖一两万 是吧 那您现在这个虫楼的根茎 现在还卖不了是吗 卖不了 这七年子卖了两万多 两万多 卖出去两万多 种虫楼的话 这个收入您觉得满意吗 觉得乐观吗 满意乐观的 随着经验的增长 和技术的成熟 紫米地村的种植户 现在不仅买虫楼 还买虫楼的种子和幼苗 村民们不用等上漫长的八年 每年都可以有不菲的收入 从李友云家出来 我们跟随米婶华到他家做客 米婶华的家住在村子里最高的山头 是富裕起来后 新嘎里东传统的遗族两层民居 现在米婶华夫妇与奶奶 父母和孩子六口人住在这里 当我们又聊起 引众虫楼的事 米婶华告诉我们 当初引众虫楼并非一帆风水 它开始第一年的时候 还是遇到了多数的困难 第一年的时候 种植技术没有达到很好的技术 所以第一年的时候 种下去第二年就没有展出来 第二年的时候我就摸索了 失败的原因 一生生产的地方就是有复制土 我们拿回来是地里面没有复制土 所以就这个图纸松软 这都就有差别 所以就没有展出来 这都是您自己观察出来的 自己摸索出来的 家里面的人善良 善良之后第二年就自己视野 第二年就总算看出了一点希望 除了技术上要依靠摸索 由于生长周期长见小马 前期投入也给它带来很大困难 米婶华说 当时家中靠种农作物 一年收入一万元 她将一半投入到重楼的种植中 中间资金不够 还出去打工来进行贴补 虽然压力很大 但家人对她还是很支持 也就是这样让她坚持下来 最终有所收获 她做这个思考是比较好的 对社会是有重大的意义 这个重楼的吧 它的药用价值比较高 已生得了基本上满足不了临床的需要 通过她的这么一种植 就把它这个病为密集的品种就保护起来 也是保护这个品种 保护这个品种 不要让它密集 以后密集 以后再找就找不到 有病的找不到药用了 不仅是像殷老师说的这个保护这个品种 其实大哥身上还有一个特质让我特别的感动 您从07年开始到现在19年 甚至还要往后再算三四年 这个才开始有逐步的收入 才开始有这种 可以说是银行账户里面才开始有固定存款 是吧 我觉得像十多年 甚至快快二十年的这种坚持挺不容易的 我的目标就是不仅是我个人 我们要把这个小村全部加加分割的种植 和除了更好的发展 为什么您想要加加互互都扩大呢 因为共同学村人 我作为一个带头人 我必须要带动学村人的支付 所以共同的种植 共同的支付 您把这个当成自己的责任是不是 对 之后一生我可以说是一个贼 目前小村的重楼种植已蒸蒸日上 一些药厂已经和他们洽谈进行长期合作 对于这个大山种的小村来说 未来充满着希望 在短暂的采访中我们感受到 当地人对自己生长的这片大山的真实和热爱 正是因为人们的守护 才使得这片绿水青山 营造出生生不息的美好家园 反复不息的赢 再订阅 小女儿 鞋来